美国与加拿大军舰日前在执行穿越台海任务期间 遭到中共军舰从前方笔直插入 迫使每家军舰改变航线 两艘军舰一度距离不到137公尺 差点发生碰撞 中国防长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对话中 暗批美军跑到他国展示航行霸权 要各国管好自己的军舰和军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表示 共军这次的相关行动是合理合法的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 前行动主任舒斯特直批 中共这次的蓄意挑衅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如果发生碰撞不止造成大量损失 甚至还有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或船只沉没 并认为这次的行动很有可能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共第一次出现危险拦截的举动 美军印太司令部日前就揭露中共歼16战机 5月26号在南海空域以过近的距离 切到美军RCE-135侦察机前方 谴责这是不必要的危险动作 白宫国安会议发言人科比认为 这些事件的发生频率比预期高 强调这些不安全不专业的拦截行动 可能导致误解及误判甚至造成伤亡 美国将持续与中国保持沟通 明确表达不接受这些特定拦截 朱斯特进一步解读中共今日一连串灰色地带行动 认为共军拦截行动是为了要警告军舰 不要穿越台湾海峡 将这些水域占为己有 并测试美国的底线 他并强调中共的举动对美国而言是一记警钟 不过美国藉由自由航行行动破解中共的计划 就是要向中国证明 所有国家都可以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 不接受中国对这些水域的控制 接着张卫生总理报导